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来读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 这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四卷福音书之一 但为什么《马太福音》是被摆在《新约圣经》的开头呢? 答案是因为它的内容与旧约密切相关 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的桥梁 本书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整本《旧约圣经》实际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它是历史历代众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 是亚伯拉罕大卫之约中所应许的那位永远的君王 《马太福音》是耶稣的门徒《马太》 写给犹太人看的耶稣的生平 《马太》原是一位犹太的税吏 他的蒙召只因为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马太福音》九章九节 对比《四卷福音》书 《马太福音》中引用的旧约圣经最多 有九十三次 本书最常见的一句话是 这就应验了主界先知所说的 全书共二十八章 记载了耶稣的出生 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 以及他的寿死和复活 《马太福音》详细地记录了 耶稣的重要讲道和教训 包括登山宝序五到七章 给十二使徒的宣教训练 第十章 天国的比喻第十三章 教会的生活和纪律第十八章 末世的征兆二十四到二十五章 和大使命二十八章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二十八天里 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 来明了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胜过罪恶和死亡 配得我们一生跟随侍奉他 《马太福音》第一章 主题是 神与我们同在 本章的二十五节经文 可以分成以下两段 第一段 一到十七节耶稣的家谱 第二段十八到二十五节耶稣的出生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亚伯汉》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马太》用家谱开始全书 意在吸引犹大读者的心 因为血统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马太》只用这最经验的一节 指出耶稣是犹太人的祖先 亚伯拉罕的后裔 又是大卫的直系子孙 应验了旧约 关于弥赛亚血统的预言 第一到第十七节 所记录的家谱 看似枯燥 却包含了许多属灵的亮点 首先 这个家谱分为三部分 每一部分都包括了十四代 简单的数学 让我们以为 从亚伯拉罕到耶稣 只有十二代 师父太少了 这里的解释是 所列出的每一代 不都是父子关系 有的是指浓缩的 祖先与后裔的关系 最明显的是 犹大君王从分裂王国 到贝鲁的时候 有二十位 但在第二段的家谱中 只记录了十二位 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是 美十四代作为一段的安排 与大卫的西伯来文名字有关 西伯来文字母 也可以用来代表数字 大卫的名字中的三个子音 D V D D等于四 V等于六 加起来是十四 这种分法除了便于记忆 也图书的耶稣 是由亚伯汉 经大卫 一脉相传的王族后裔 其次 这个家谱一再提到女性 除了玛利亚之外 还有四个女子 塔玛 犹大的儿媳 土生的迦南人 为了延续后代 与犹大乱伦 拉荷 迦南土著 耶利哥城的妓女 凭信心帮助耶稣亚的军队 而得以存活 路德 摩押女子 大卫的真祖母 是依靠神得祝福的板样 乌里亚的妻子 八十八 成为大卫的妻子 所罗门的母亲 家谱中 未直接记录八十八的名字 因为她的改嫁 是大卫犯金银 和谋杀双重罪行的结果 后来她一生 无怨无悔地跟随大卫 表现出她坚冷的性格 这四位外卫女子 出现在马太福音的家谱中 除了她们各自的特质外 也表明了基督来到世上 要把救恩带给罪人 把恩典带给外办人 一切种族和性别的障碍 都要被除去 第三 家谱的第三段 出现了耶哥尼亚王的名字 它又名约亚金 是犹大的最后一个王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三十节中 神宣告咒诅这人 耶和华如此说 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 是平生不得亨通的 因为他后遇中再无一人得亨通 能生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犹大 如果耶稣是由约瑟生的真儿子 他便不能幸免这咒诅 可是他又必须成为约瑟的合法之子 才能继承大卫的王位 借着童贞女受孕的神迹 这个问题便迎认何解 耶稣借着约瑟合法的继承王位 他借着玛利亚而生 所以耶哥尼亚的咒诅 并不能降临在玛利亚身上 因为他并非耶哥尼亚的后裔 神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 马太文音一章十八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诗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赢取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说大魏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中救出来 马太福音谈到主耶稣 幼年的情形 都是从约瑟的角度出发 就连耶稣的受孕 也是描述约瑟得知后的反应 而不是讲玛利亚的经历 第二十节 思念这事 表明约瑟行事非常慎重 主的使者即天使 约瑟是义人 怕娶过玛利亚来后 张揽罪恶而害了自己 所以天使叫他不要怕 玛利亚并没有犯淫乱 耶稣的意思是 耶和华是拯救 他拯救的使命 是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而不是从罗马人手下救出来 他的百姓不但是犹太人 也包括外国人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仍要称她的名为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本节预言引至以色亚书七章十四节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主耶稣是以马内利 祂的出生带来了神与我们同在 祂是神自己的证写 我们得着基督就是得着了神 与基督同在就是与神同在 神与人只能在基督里才有以马内利 在基督之外绝对没有以马内利 这个真理至关重要 因为许多世人以及别的宗教信仰 也称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 却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让我们牢记耶稣在地上所说的一句话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母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让我们一生跟随信靠主耶稣 神必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感谢你奇妙的救赎计划 将你的爱死耶稣赐给我们 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应许与我们同在 求圣灵今天再次地感动我们 体会到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 你的应许是何等的信使 我们能相信事奉主耶稣 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 不论你在哪里 神的恩惠平安 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 再见 我们下期诶 Installulu